邁入XPL生涯第五年的吳家俊 被蒲原寄予厚望 是今年球隊的頭號後場大將 没想到老吴卻在开机前 拉伤鼠西部 上周对战御龙复出后 还会感到不适 只打了一场又得再次高挂 免战牌 输哥是说叫我 可能再修个八到十场 因为毕竟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自己觉得啦 那输哥是说要保守一点 不要就是打打停停的 应该还会修至少两个礼拜 所以这两个应该都还不会比赛 在吴家俊挂伤号的情况下 二年级生李家康获得了大量的表现空间 12月16号出战台营 攻下XPL生涯新高25分 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失误 在学长教练的提点下 已经越来越胜任一号位的重责 可能需要更成熟 然后更稳定 然后不能像可能想的方面要更多 就是可能需要怎么跟队友整合 然后跟前锋跟中锋怎么搭配 这些都是在后卫都是需要去想的东西 这样子 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都会去请教输哥 然后可能输哥也会 会来教我一些后卫基本的看法 跟打球的方式模式他都会教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我觉得尽量多跟苏哥学习这样子 控制节奏吧 我觉得他可能要再有自己的想法一点 因为毕竟是控球嘛 就是场上的教练 那他自己要有去 有想法是说现在适合打什么战术 防守的时候要怎么战 那这些都是他要去指挥另外四个队友的 他必须要做工作 所以希望他能够一场一场的慢慢的进步吧 李家康把握机会 展现出来的进步幅度 大家都看得见 不过蒲原开机至今 仍是一胜难求 相信橘色大军 还是希望阵中所有商兵 都能够尽速归队 在团队的战力完整的情况下 打出更好的表现 我来提订问 彩虹报导